坦白讲,我其实是最缺的,是缺,我不缺,才华 哈喽,大家好,我是马来西亚,还正宾彦,在我身后的就是细豪,Edison 那大家看到我们三个人,应该就猜到我们今天是要来录新年歌曲 我们是Gaia的味道原版人嘛,然后我们现在要录新年歌 然后少了其中一个人,是什么原因呢? 可能是因为不合,或者是 他食物中毒 哦,食物中毒哦 我只是懂他不食物,他上吐虾线 希望疑心可以健健康康的回来 但是,我们就没有办法一起来完成了 就是他需要自己再播录影师,自己来录 所以今天的花絮就看不到他了 希望拍到他的 我个人是觉得今年的,就是12年的新年歌 是我历年来最喜欢的 哦 是,我觉得比新年兔兔兔跟隆隆新年好听 我们的这首歌的歌名叫 有舍必有得 有舍必有得 有舍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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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做一个新年歌真的是 我从 好像是去年,我就开始写《舍年》那个歌 对,我觉得要做好一个作品是要 像那个 什么 铁出磨成针 慢工出锡活 我是有文化的 就是想要慢慢产生 诶,像你平常这样吗? 诶,像你平常这样吗? 这首 你这么早收到这个新年歌的case 你的感想是什么? 麻木 还是没有感觉了 这个是最早的吗? 可以透露吗? 还是有人比我更早? 肯定是你最早啦 哪里有人 龙年还没有过完 最近把12年的歌写好的 我是想要效仿电影的宣传说话 就是我觉得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到新年的时候 才开始释出一些预告片的歌曲 那我想要就是让大家会觉得 全民都在跟我们一起见证这个作品的单手 对吗? 我们平常看那种电影预告片都是导演可能 4,5年前就想来拍《Avatar》 然后就慢慢看到他选角 然后慢慢看到他第一支预告片前导预告片 然后到第二支预告片 然后先拍 我想要尝试用这种方式 让大家吊住胃口 就是整年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进度 让大家有一个参与感 来试一个 你今天会很开心的放出来唱来看 OK 一首祝福你的歌 愿你能幸福快乐 那就是唱歌 需要更有感觉吧 是你需要感情是吗? 其实中间我真的是考虑过换人吗? 我考虑了很多次 就是我考虑了就是 超级多次要不要换掉一两个成员 或者是干脆全部换掉 我也老实的讲了 很多人跟我说 为什么你要参与那几个? 哈哈哈 为什么? 他们说 如果我要再往上一层楼的话 我应该去找可能 有知名度的人 不是比较 马来西亚一些前辈级的 就是 就好像黄明志会找王力宏 这样子 黄明志不会去找我吧 所以其实蛮多人一直都有 不断地游说我 又说 要不要找更好的艺人 但是我还是想了很久了 我也觉得如果我抛进他们的话 我会于心不忍 所以 所以那个很多人是谁? 哈哈哈 身边的朋友啊 所以我觉得 我也不想要就是 给大家一个感觉 就是这个团体一直在换 大家都知道 男团或者是 组合最继织的换成员 你看 有那一个组合 是换了成员还会红的 一定是 突然就是一个单飞了 团队就会打 我不排除 为了还是会有更多人参与 因为我现在的资金 坦白讲 我其实最缺的是钱 我不缺财吧 哈哈哈 我最缺钱 所以其实如果有双设 进来更多钱的话 我会做更多个 那这样子 可能我的第二首 第三首 就会跟更多人 collaborate 我一听到 偷偷听到小姐去编辑 我觉得 是今天的编辑很好听 很气势庞陀 是我真的很喜欢 我觉得很洗脑 今天的歌词又比去年更洗脑 对 所以大家一定要熟住 我们到最后 真的 记得收听 记得收听